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句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处因果 如果没有智慧 这四个字很难做到 事出世界 一切法都不处因果 善因有善口 物因有无报 心就是日常生活 包括我们一生全部的活动 凡是应当做的 要尽心尽力去做 不应当做的 决定不能做 哪些是应当的 哪些是不应当的 这样没有高度的智慧 很难辨别 我们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 最好依照佛的教训 佛的教训当中 我们一生能够一 一二不经 我特别给同学们介绍 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对于现代人来讲 非常适合 经文不长 也不算短 里面 李一四 信向英国 可以说 面面都讲到 无论如何艰难困难 越不可起老远之心 生活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生活 有很多人把生活跟修行 看作两桩四情 那错了 那修什么行啊 行就是生活行为 生活行为上有了错误 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所以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行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依据佛的教训去做 改正自己的错误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错误的做法 错误的讲法 实时时刻刻想到经义 实时刻刻在改正 天天在改啊 年年在改啊 这才叫真正用功 这个叫真正用功啊 当然 习气太深 五十节的习气 你要改它 当然会感觉得很痛 这个要克服 比如前面姐姐给你讲的 修忍如波罗蜜 如果对四对人对五 要有厌烦 埋怨这个念头起来 那你般若波罗蜜就没有了 忍如波罗蜜也没有了 忍如跟波罗没有了 其他的通通都没有了 要保持清净心 要保持平等心 那就对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欢迎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